兵部六百里加急 王爷 大捷 大捷呀 山海关收 为了避免关内的多尔滚 因为关外失险的太快而提前撤走 关外接下来的收复进度可以打慢一点 尽量用地方辅兵发动当地百姓起义的方式收复失地 这样就可以让多尔滚误以为 守山海关的精力可以依靠 而我大明也不一定能迅速统一关外 淑明院就这样吧 必要时候可以派一些地方辅兵去攻打山海关 然后洋庄败北 被多尔滚造成一些 我大军一时还无法攻破山海关的错觉 陈长凌迟 明军只帅三千骑兵和一千步兵而来 未免也太小事山海关了 大人 明军既然只带了这么一点兵马 我们何不用请君入梦之际 弃手第一道关卡 等明军骑兵冲进我们关城内的山道时 我们再从两边附近 必能击溃明军骑兵 不用 举白旗投降 什么 举白旗投降 大人这是 剑奴连圣经兴经都丢了 可见大明重新一统天下 乃天下大势所趋 我们也没必要为剑奴卖命 而且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即便为大清战死 乃至自杀为大清迅捷 也不会得到好名声 大明依旧会定我们为汉奸 所以还不如投降 争取能苟活一命吧 大人说的是 挂起来之后 你派人去接触对面的明军将领 就说本官不忍城中军民惨遭涂 故而请降 是 本官接受你们的投降 但你们得因此服从我们的安排 现在本官命令你 回去告诉金利 让他继续守城 并在接下来 老老实实的和我的骑兵 打一场守城攻坚战 让本官率领的明军战败一次 我们这边也会佯装失败 他在击败我们后 军立即向多尔滚请攻 我说 刘淑密使 您这仗是怎么打的 一次又一次增兵 结果一次又一次被击退 害得陛下 等了你一个多月 结果你又好 连个山海关的门都进不了 你这仗打得够窝囊 要我说呀 其实山海关也不难打 更用水陆联合攻击的法子呀 你好歹是淑密使 怎么就没想过让水师打配合呢 我也不知道大多多府是怎么想的 调离了你刘淑密使 却又让秦总去闭关去 他应该比你更不靠谱 刘兆基 这次攻打山海关 你打得很不好啊 臣无能 请陛下治罪 朕念在你有功的份上 就不杀你 只贬你的关 回怀安后 好好总结为何会失利 朕将来还会启用你的 臣谢陛下不杀之恩 居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完了 刘兆基可是连续三次攻打山海关 都没打下的 王爷 亲力回报说 他已经率部 浴血奋战 击腿明军三次进攻 但明军越聚越多 大要不攻破山海关 事不罢休之事 他的兵马已经不足 粮草更是不足 故而请王爷您速速派兵增援 好 很好 这个金利 没想到他果然是个擅守的良将 本王昔日就没有发现他这个将派 这次明军攻打山海关的是谁 据奴才先派去南面的戏作带消息回来说 根据明军抵报得知 攻打山海关的 是袁明亭大多多府 书密使刘兆基 此人已经因为攻打山海关失利 被贬为皇家军官学校副校长 本王记得李帅太帝德国 我大清第一次南征 在淮安失利时的明军实际指挥者 就是这个刘兆基 此人心思缜密 颇受朱有俭信任 一直负责明军计谋要事 没想到却连败于金利之手 还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 想必这朱有俭是为了 让自己这爱将立些战功 也或者说 刘兆基自己想多捞些战功 但这刘兆基 应该也只善上手谕 或只让纵横百合 而不善于攻城 万先生此言有礼 但无论如何 我大清总算能有良将 挫败他朱有俭 麾下良将三次 也算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这金利当重重封赏 当台旗 兵部六百里加急 王爷 大捷 大捷呀 山海关守将金利 设服于山海关外的老英领 歼灭明君数千人 迫使明君溃退 很好 很好 非常好啊 金利果然没让本王失望 没想到他再一次击退了明君 看来明君想攻入山海关 也没有那么容易 你指 加封金利为定北王 受其奉天将军之职 抬其为满洲郑白旗 求郑白旗顾山鹅真职 万先生 接替刘兆基攻打山海关的明君将领是谁 回王爷 是秦荣真 本王对此人有印象 此人在顺治二年和那个叫红娘子的流寇头目 在南阳让谭太太们损失惨重 此人也算是朱有俭麾麾下的一员良将 如今没想到爷会败于金利之手啊 要五千火气营支援山海关 统一由定北王金利节制 告诉金利 只要他替我大清镇守渡山海关 我大清绝不亏待他 将来让他做我大清的铁帽子王 这 班先生 你说朱有俭在指导自己的两位爱将 连续败于山海关下后 会是什么心情 会不会勃然大怒 现在剑奴那边可有消息 多尔滚在指导金利大胜我明君后 是不是很高兴 岂止是高兴 据吉利报 现在多尔滚已经加封金利为定北王 还升任其为奉天将军 陛下 可见多尔滚是真的把金利 视作他的救星 豪格西征现在打到哪里了 豪格西征现在打到哪里了 豪川卫 离剑门关已不远 张献忠这个没用的东西 朕给他争取了足足三年的时间 他居然没有想过提前进驻汉中 并在川北一带构筑防线 这个想必是和杨斩在川南 屡次击对张献忠所不有关 使得张献忠为统一四川 在川南与杨斩耗费了太多兵力 这个杨斩是个将材 转职给杨斩 让他随时准备好在将来与剑奴作战 是 对于现在的大明而言 关外除了辽西的广宁 宁远 山海关三座城池未破 其余皆富为大明将途